整天游手好闲的丈夫 她就是懒 她能够一个月两个月 躺在她嘴啊手手上 躺在床上一段不动 不愿被人束缚的妻子 我为什么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无法调和的矛盾 一场摧毁家庭的大火 我真是太好笑了 我真是太可怕了 渡火 拍摇今晚播出 观众朋友你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拍案 我是老婆 唐朝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女道士 叫李也 李也对夫妻关系 有着非常高明的见解 她的八智诗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叫至亲至书夫妻 至亲至书夫妻啊 世间呢确实有很多的夫妻 过着过着变成了亲人 而另外一些夫妻呢 过着过着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来看今天的节目 2018年2月27号的清晨 江苏省长州市的新北区奔牛镇上 几位早起的居民发现 他们所在小区的一栋单元楼里 冒出了鼓鼓的浓烟 与此同时 当地派出所的民警 接到了110转来的警情 那个是2018年的2月27日 早晨6点钟左右 当时我们正好在值班 所里啊 就接到这个110的报警 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居民楼 这个小高层吧 也着火了 火事还挺大的 然后我们这边就赶快 这个我们的民警啊 值班民警就赶快就赶过去 2月底的清晨 天气还很冷 尤其是清晨 大清早的很多居民 还在睡梦之中 这楼要起火 总要有火源啊 做早餐 操作不当起了火 还是说线路老化 倒是起火的呢 因为火事还不小 当地的消防部门 已经接到报警 转到了起火现场 当时119呢 他这个来了之后 发现这个火是很大 所以他们铺设了 这个水棒之后 然后从楼下到楼上 也救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才把这个火才能熄灭 就在消防官兵 组织救火的时候 一名身披棉被 行动缓慢 表情痛苦的女性 从起火的楼上走了下来 但是我们这边呢 有的社区啊 也在那边做疏散的工作 居民到了疫苗之后呢 我们就问他们 这个详细的情况 发现是受伤的这个伤者 是叫卢猛 他也从楼上下来 身上也都 衣服什么的 全都烧走了 伤者的伤情 看上去并不乐观 他随后被送到了 当地的医院进行救治 2018年的两月份左右 中午的时候 完了精神科叫我们会诊 说来了一个大明治烧伤病 一看那个病人 头 面 颈 伤上肢 前胸 后背 整个大面积烧伤 三度40% 两个眼睛 总得像个 那个一样 核桃一样的 总得眼睛都看不见 嘴巴像个鱼口脏的 总得整个全身都肿 而且那个病人声音饲养 话都讲不出 医生说的三度40% 我们非专业人士 可能没什么概念 但是从医生描述的 伤者烧伤的部位来看 这个伤者的伤势很重 警方事后了解到 伤者姓卢 就居住在起火的房间里 如果他已经被烧伤 到了如此地步 那么他的家人都在哪里呢 是不是也受伤了呢 群众跟我们反映 这个孙卢 这个孙卢 他从楼上跑下来的时候 也很慌张 那到了下面之后 他也说自己房间着火了 报警也报过了 然后他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就自己骑着电动车就走掉了 这个孙福明就是伤者 卢小琴的丈夫 妻子被烧成了重伤 丈夫却安然无恙 人还跑掉了 我做丈夫的太没责任感了 火在面前 居然自顾自顾地逃跑 完全不顾妻子的安危 这不仅是没责任感的事 那简直就没人性 那么这个孙福明 究竟跑哪儿去了呢 过了没多久 崩溜派出所的这个单位 又接到这个 接到这个门卫的这个电话 有一个满脸烧伤的一个男的 到派出所来了 他说火是他放的 他要投案自首 那我们这个人就赶快过去 接待他 当时吧 由于他应该也是身处于这个火镜 脸上身上也都是黑的 都是那个灰啊什么的 头发也烧掉了一部分 当时他也蛮着急的 更多的表达出来 还是一种后悔 啪 投案自首了 按理来说呢 火灾的时候留下妻子 不管确实不道德 没人性 但是也不能算是严重的犯罪 这个孙福明 为什么要到派出所里去自首呢 原来啊 这个背后有故事 这把火就是孙福明放的 换句话来说呢 如小琴 就是被自己的丈夫给烧伤的 中国有句老话 说一夜夫妻百日恩 是说呢 两口子之间 不管闹多大的矛盾 总还存有一丝恩义 夫妻之间 吵架场 打架以后 实在不行 还可以离婚 怎么至于到了 活生生要烧死对方 甚至不惜烧掉家 烧到房子呢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目前三度烧伤的卢小琴 出院之后 正在娘家里休养 她现在 做了两次的整体手术了 嘴巴不能张开 在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已经把她做了 一个小口开大 因为嘴巴不能张 它影响她进食 那个 完了 颈和胸全部捏连了 完了我们把她颈和胸 全部打开 完了做了一次 颈和胸的自皮手术 还需要再次 不断地一次一次都做手术 寒暑一劫 时光流逝 但是几个月过去了 时间并没有带走 卢小琴身上的伤痛 我不知道把那个针有多痛 为了防止 为了防止那个疤痕 为了防止那个疤痕 长错了 把那个针 那个疤疤的针 绑进去 你不知道有多痛的 疤了几百针 烧伤不同于其他的身体伤害 它带给伤者的将是未来持续而漫长的生理 心理恢复的周期 首先对她心理肯定是有影响 因为她现在不想出来 就整个就待在家里 就不想跑外面来 对她以后的社交啊 生活啊 都是问题 还有她自己的生活都是问题 她现在自己都没法吃饭 完了以后就看她妈妈喂着 一天三更就靠妈妈来照顾她 和身心剧焚的妻子不同 关押在长州市看守所里的丈夫孙富明 看上去略显平静 冲动造成的 但是呢 说句实话 冲动 有因才有果 一定也有原因 有因才有果 有果必有因 那么导致今天这样的结果 原因又是什么呢 孙富明和卢晓芹夫妇 他们俩的关系 肯定不是一开始 就这么水果不容的 那么两个人怎么从陌生人 变成了亲人 又由亲人变成仇人了呢 这里啊 有着二十年的故事 一九九七年 两个住在前后村的年轻人 经人介绍相识了 就是我这个婚姻 是我丈母娘做手的 我感觉开始的时候 她就是不喜欢我 回忆自己二十年的婚姻 卢晓芹认为 在婚姻刚开始的时候 夫妻二人就没多少爱情 刚结婚的时候 她跟同事打牌赌钱喝酒 后来跟我吵过之后 闹过我们闹离婚什么之后 她后来我阿姨说说她之后 她就没有赌了 没有赌之后 她主要就是买彩票 天天到彩票店里 看上去丈夫孙富明 也并没有让妻子感到满意 不仅有一些让人不愉快的个人喜好 而且身体上也是频频出现状况 她不是一次两次的出问题了 最早的时候她是十七八岁吧 那时候车祸 车祸的时候腿就去了 这几年吧 她在厂里干活 老是出现受伤 把脚趾头磕了 把手指头砸了 头砸了 就是老是这样子这几年 厂也换了好几个 我也不知道 她怎么会老是这样子 搞不清楚她就是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冲动的时候 也许比较冲动的人 就是这般是容易提倡 不考虑后果什么的 从一开始呢 这个婚姻关系就是失衡 越往后 这种关系的失衡越严重 因为从一开始 两口子就并不般配 所以夫妻俩没太多的感情可言 不过呢 尽管夫妻俩没什么感情 但毕竟已经结尾夫妻了 并且有了儿子 日子也就这么将就着过了下去 无所事事 壮年丈夫为何复闲在家 她不应该是认为自己有残疾 她就是懒 她能够一个月两个月躺在她 疑神疑鬼 妻子外出 她为何那么介意 我说喝她喝到这么久 我说你再喝她别回来 我说不回来就不回来 度火 拍案正在播出 孙富明和卢晓晴 惊人介绍结备了夫妇 然而这对夫妻 从一开始没太多的感情 或许呢 跟腿部的残疾有关系 孙富明找工作一直不太顺利 这让她在妻子心目中的地位 也是越来越低 但是妻子卢晓晴不错的工作能力 使得她成为了自己公职的一家家电商店的主要销售人员 是一个商场一样的 就是私人要板开的 但因为钱的人不多 然后我做的事情也比较多 就是又要做生意 又要发货 又要弄账啊 什么什么都要做 挺累 挺烦的 很烦的那种 劳累一天的卢晓晴回到家里 面对的是待在家中无所事事的丈夫 她不应该是认为自己有残疾 她就是懒 她能够一个月两个月躺在她腿 手受伤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我每天麻烦给她送到楼上去给她吃 每天送回家给她吃 她能一点都不动一动的 之前她原来最早的床里叫她去上班 她不去 我说为什么不去啊 她说太苦 做不来 我说你这个年纪才40岁刚出头 你就嫌苦啊 你不苦哪来的钱啊 她说她不能做 我说人家找到你猛上来 你都不去 要说一个大男人 私自出头就待在家里边无所事事 要妻子赚钱来养家 这确实也不是个事 虽然说身体有些残疾 但是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还是能做的 毕竟一个家要越过越好 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努力上进 这人呢 一步工作啊 无所事事还容易胡思乱想 这孙富明就是这样 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逐渐开始介意妻子和朋友之间的社交往来 他就说我去哪里都要跟他通报一声 不管你去哪里都要让他知道 我说我干什么什么事情都要通报你呢 就是因为就是大家这样说了 后来我就不告诉他了 我为什么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你现在家里一分钱都没有 天天在家里玩 天天在什么事情都不做 一地也不脱 衣服也不洗 什么事情都不做 你就整天泡着 泡饭都是他父母做的 他去拿县城的吃吃 他整天就去那个彩票店里 等着中奖 中大奖来 我说我天天上班 那么辛苦那么累 我说我回来 我还要再烧啊洗啊弄的 什么都要我做 我心里能舒服吗 你想想看 你好好的 我说你好好的 你找不到工作 我也不说你什么 你把家里弄好 把小孩弄好 对吧 按照孙富明的说法 案发前四个月 他在工作当中砸伤了手指 一直在家里养伤 这个期间妻子外出 几乎从来不跟自己打招呼 我四个月 你上班休息都到哪儿去了 他说他到同学 到同学你天天去啊 你不愿烦 别人爱学班了 你是不是感觉我太好 别人是什么事 一天他这个办事 一天隔一天 你就是天天到同学家去 你不愿烦 你同学他也烦 我也天天店里是事情忙得不得了 我也心烦得不得了 生意不好 老板也要给你脸色 虽然不说我什么 但是我也知道 你知道饭也都难吃的 对吧 我心里也不好说 我一回家还要看着他 我在那里看电视 坐得不动 我要回家嘛 我心里也难受的 我们小姐妹叫我出去散散心啊 那时候喝喝茶聊聊天 我们也散步啊什么 在小区外面钻一圈 他就非要说 我要跟他说一句 哪怕是夫妻 彼此呢也应该有自己 相对独立的空间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谁也不是谁的私有财产 但是很显然 孙富明觉得自己拥有 干涉妻子私生活的权利 既然孙富明如此介意妻子晚上外出 那么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 又会有什么样的交流呢 家里没有温暖 于是妻子常常不死而别 丈夫则对妻子的这种无视耿耿于怀 夫妻二人始终无法找到 合适的解决方案来处理这个矛盾 时间转眼到了2018年的春节 当年初一吃晚饭 我回家之后 我就往厂商一趴就睡觉了 你知道吗 我都不想出去 然后我们小姐妹说 哎呀出来出去玩了 还在家 谁当年初一在家睡觉 你有什么好睡的 我心里想想 我说他们都在家的 我在这里 在家也是朋友手机 然后我说 哎呀平时也没空对吧 难得休息了 跟他们去转转玩玩吧 我回家没看见人 没找到他人 我就打电话了 也打了一个电话又不接 又打了一个电话又不接 我休息了几分钟 休息了一会儿再打了 再打他打接人 接着他说 我在外面喝茶呢 我们不要你管 你说这样 我说你说这样的话 啥意思不要我管 我问我不好问啊 不要问 我在外面喝茶不行啊 那就算了 喝茶就喝茶呗 然后他又没回来吃晚饭 总共是连着晚饭一起吃 晚饭了呀 那个有什么呢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 叫我回来 说男人嘛 这个脾气的嘛 我一个脾气 就是在家等着 也活就活了的 也冒火了 我说你在干嘛呢 他说我在喝茶呢 我说喝茶喝到什么 这么久啊 我说你再喝别回来 我说不回来就不回来 他就说 但谁大年初一 晚上还不回来啊 我说现在什么年代了 他就跟我说 老一辈的人 都是天黑前去 都要到家了 他就那种想法的人 知道吧 因为大年初一 妻子外出 孙富明和卢晓芹 又闹了矛盾 但是这次矛盾并没有计划 到了大年初三 这天晚上 出去喝茶的妻子 陆小琴坐朋友的车回家 正好遇到了 出门的丈夫孙富明 那么这次不经意的相遇 是不是跟后来悲剧的发生 有必然联系呢 外人缠和家事 丈夫更加怒火中烧 在男人吃的时候 他说 你下次再走跟我讲 用你一个头发撕开 辗转男眠多日 终于放出心中恶魔 这么说的时候 他突然间就从口袋里 拿出一瓶 往我脸上一碰 度火 拍案正在播出 作为家里的女主人 大过年的总往外面跑 把丈夫孩子晾在家里 确实不太合适 可是作为丈夫 你应该做的是 好言相劝 好好的沟通 动不动就恐吓别人 人家心里头 怎么能舒服呢 正月初三 孙富明 得到了一个机会 他从那边隔壁 面包车里出来了 只要给我看见 我就说 你开面包车 谁送你回来的 他也自己说是 他朋友 小姐妹的老公 那时也火了 那火了 我说你明天再出去 我腿都看到你 他也火了 他也火了 手机网络上一发 他的朋友都知道了 好远好远地跟他说的 你知道他怎么说我朋友吗 他说的话很难听的 自己家都弄不好 还朋友的 什么什么就这样说了 都说清关难断家务事 这夫妻之间的矛盾 最好不要掺和 哪怕是很亲密的朋友 也不要去掺和别人家里 夫妻之间的事 一来呢 于事无补 二来 你还里外可能不是人 孙富明就觉得 妻子的朋友 是来拉偏价的 拉着吃吃吃吃吃的 还打着东西 拉着吃滚 真可怕 他说 你要干什么 出去喝茶不行 我说喝茶行动 我说你也是男人 跟你讲一声 打个仇呼行不行 我往不好问了 他也没多说 去吃什么事 你后来说 我就想了 这是来解释吗 这不就是来教训我的吗 这样的事情 我还是就一会不好问了 没有 没有拿公子打他 就下来打他 我朋友说 我老婆从来出去 跟我吃饭什么 她说只要去吃饭什么 我从来不过问的 我很相信她的 你为什么不相信 你老婆呢 是这样说她的 然后她就那个样子 你没看到 就挑剑人家那个样子的 那种表情 她就是 我也说的 你索性 你要是觉得自己没用嘛 你就没用 她就是那个样子 要打人家 要吃人家的那副样子 盯到人家那边脸上去的 就那副样子的 人家看得很火的 在男人吃的时候 她说 你下次再走 跟我讲 动你一个腾发 试试看 对于这次见面 双方各执一词 但是不管怎么样 终究是扑换而散 这使得孙富明 更加的怒火中烧 他有的时候 他说 那口家他说 我是为了儿子 才跟你生活在一起的 也许说 我是 太懒络了 说这样的话 是不是一天 大家 点个自重心的 能把我的信心 打没了 这些日清真理的时候 自暴自弃的人 也好 夫妻之间一吵架 就说一些商人自尊的话 确实不妥 但是尊重 首先是相互的 其次 想要被人尊重 还需要自己去争取 一个自暴自弃 还没有上进心的人 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 哪怕亲人 也不会尊重你 孙富明显然不明白 这个道理 他对妻子的言行 是耿耿于怀 进而每天晚上 都辗转难眠 年初一开始 到年初十 我根本就没睡觉 从晚上 没睡怎么着 失眠 没有啊 他就是一直玩游戏啊 手机在那里玩 然后玩玩嘛 就睡睡 就这样正常的呀 也没有什么特别不正常 我睡在旁边 我不是知道的吗 忽然的夫妻像什么 他为什么会这样的 有什么事情 我又不是说什么犯大错 你要这样都要干嘛 有什么事情不好说 妻子卢晓芹 并没有注意到 丈夫的失常状态 他不知道身边 这个男人的内心里 已经疯狂了 事发的几天前 他就已经开始 招手准备这个汽油 他本来呢 他有一辆摩托车 他停在自己 这个父母家里的 可能有一段时间没开了 他在摩托车里面呢 他有汽油的 然后他就拿管子 然后在他摩托车 汽油的油箱里面 这个吸了一点 这个汽油出来 灌在自己平时 喝茶的这个水杯里面 然后一直放在 这个自己的这个 就是案发地的这个家里 事发前几天 就准备好了汽油 说明了 这个罪恶的念头 在孙不明的心里边 酝酿了很久 一步步计划好 对自己的妻子下毒手 对跟自己同床共振 二十多年的人下手 说明这个人 内心无比的情 可怜做妻子的 对丈夫的恶念 毫无察觉 毫无防范 那天他很早就 就起来 刷牙洗脸 我也知道的 他换换衣服 很正常的 然后我也醒了 妈 我听到了声音 我也醒了 然后他就走过来 跟我说 你昨天去干嘛的 他说我都代价的 代价你不回来 他说 我代价回来 那时候我还在说什么代价 他心态是站着跟我说的 后来就我往我旁边一坐 一坐呢 就把我这个被子压得很紧 你知道吧 我就动不得 我说你干嘛 坐这么紧啊 我不好动了 再来一个 我今天还要不回来 我要开年会 我还跟他好好说 我说我过两天 同学那里搞一个 联谊会啊什么 我说我可能也会跟他们去 我后来说 脾气也就上来了吧 我说那你再觉得 这不就过来 我还在跟他刚刚说的 这种说的时候 他突然间就出口袋里 拿出一瓶 往我脸上一喷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以为是油啊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流伤啊什么 我下次 我就腿往被子里面钻 他就拿大火机就垫走 相处二十多年的妻子 是怎么下得了手呢 二十多年 八九千个日夜啊 忍心泼气油 也不忍心点火吧 如果是恶魔有形 那么恶魔可能就是 孙富明当时的那个样子 相比泼气油和点火 这孙富明后面 还有更加残忍的罪行 我关键问题是什么 上过去 对的 我从杯子里面钻出去 他躺到外面去了 他把房门关了 然后我从杯子里面钻出去 我去开房门 他把我往里面一推 我说去死吧 把房门拉住了 我让我跑出去 然后我就喊我儿子 喊我儿子的名字 如果我儿子那天不在家 我死了 我喊我儿子救命 我儿子以为我跟他在吵架的 后来他听到我 听到我喊救命 他才知道 跑出去 我听到外面 他把他打到地上 才能把房门打开 救我也没用了 我已经烧了 我脱衣服的时候 我也看到了 我把皮全拉掉了 然后我儿子进来 看见我那个样子 他就说到 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将来 我跟他说 我蹬在地上 我跟他说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什么事情不能好好商量 你要把我都毁了 你把我这一生都毁了 孙副明手中的这杯汽油 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未来 他可怕了 他在说好好的跟我说的话 他冷静静放火上我了 他可怕了 我天天做噩梦 我眼睛一闭 就是慌恶 不知道我现在 我一个人都不敢睡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回事 我就怕 我就觉得我鬼 我真是从医院回来了 我就不能待在这个房间 我一个人都待不了 我就觉得害怕 我都觉得没念出去 还有人没念出去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父母 孙副明说对不起父母 那他对不起的何止是父母呢 他对不起妻子 孩子 对不起所有的亲人 当然了 他最对不起的是他的妻子 卢小琴 卢小琴说 自己每天做噩梦 其实他的人生已经变成了一个噩梦了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梦才能醒过来 俗话说 牙齿和舌头那么亲 也都会有咬到的时候 何况夫妻呢 天下哪有不闹矛盾的夫妻呢 自己一个人 还有跟内心过不去的时候 有了矛盾 彼此之间就要沟通 去交流 平和地解决矛盾 如果矛盾无法调和 分开也是最好的方式 对他人进行人身伤害 愚人愚己最后都没有好处 好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拍案 明天见 草丛里惊陷血迹 女子究竟遭遇过什么 反正红人是血 包括那个从 他那个门沿着一直到草丛 多是血 凶手是血 他为何只字不提 当时呢 我蛮奇怪 因为这个女的就不肯讲 草丛里的血迹 黑暗明晚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祝国